我會這樣看的就是 那個只是我們工作的一種辦法 亦都回到我最終的一個說法就是 沒有辦法在議會找到一個崗位 去幫到一個需要給人 貢獻到香港的話 我相信是總求有的 但是他以為有些事情是沒有了非建制派 還有些什麼貪政又不一定的空檔 為什麼要將自己和國軍營 就是他都沒有一個 我和國軍營不一樣 因為我們都是有選舉的 第一個問題先 關於非不非建制派的一件事 可能在完全選舉制度之後 或者是沒有辦法之後 我所考慮的政治生態的環境 就並不是以前的那一件事 事實上就是 在一個建制的制度之下 只是有外國和不外國的分別 那不會說的就是 你愛多一點他可以少一點 我想這個是一個比較直接的方向 就不是說 那個人是泛民那個民主 因為事實上就是 有一個前提 你坐在那裡的話 其實你是為了香港 去做一些比較政府的建制 那所以 那個已經是 不是我們以往理解 那個政治的辦法去分 那至於 第二件事就是 不是說為什麽 香港人會給我一個問題 我才舉個例子 就是我舉個例子 如果他這些人還在議會的話 你問我 我合不合的資格 他覺得我自己是非常合乎 我可以說你知道 但是 那你覺得其實那些狀況是空間嗎 在議會裡面 你所指的是甚麼 在議會裡面 你說到這個建制 我由去年延任的時間 其實我都說得很清楚 我期望我在議會的國政 我希望的就是 我在議會裡面 是能夠為香港人講的公道說話 那 當然這個地方 還是不是可以是 就是 接立得到 類似我這個公道說話的答案 或者是它的內容 那是另一件事 所以因此的就是你問過 關於藥有沒有用 或者藥有沒有空間的問題 我覺得我必須講一下 2011年的時間 我們有甚麼看法 因為事實上 2021年的 今日的香港 國際的形勢 都不是我們理解的過程 那你講這些方法 還會派入三次的立法會嗎 接下來 即是第七屆 是的 當然我都會回去問一問我的手足 還有就是我們還有兩個提議 我剛才都有講過就是說 我們的工作 不會將政治是示威還是參選 事實上就是政治本身 在香港應該是有很多種攻擊 那所以你說 如果有機會 我們會不會考慮 即是說在議會裏面繼續去 為香港人去 即是說一個公道說話呢 那這會就視乎我們 我們的手足 或者我們的食堆 會不會是 我不是吹捧自己的 同樣有我這樣吃飯 那就是你會不會 即是你會不會 即雖然現在一刻隔離鐵 但是即是 即是來等的 去選舉 會不會 即是你都會繼續去參選 你現在第七屆 還是之後 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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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說 即是我覺得的就是 我想無論是 站在我自己的看法 我的黨 與公民 以及的就是 甚至可能是 在政權的角度 我希望那件事 就不是說看得不死 因為事實上 就是香港本來 就是你應該 不是這樣的地方 所以你問我 即是往後 如果那個環境 是一個 即是相對 是 和現在不同的話 那會不會是 會參選 即是我甚至這樣說 我現在還有幾年 就40歲了 將來香港如果特首 是可以選舉 我又有本集的話 那我幫到香港人 其實我都不排除 我可能會選擇受 所以 我覺得 就是 那件事始終 我會問回 當初我們要入議會的話 那個所謂的理念是甚麼 如果你是 是直近於香港的環境 你是希望在一個 我們共生的地方 去這樣的環境 可能已經是很多問題了 甚至我用一個直播 可能在腐爛中的時間 這樣共生的環境的話 那你用甚麼的價值觀 或者態度去面對呢 那我選擇的就是 我便願意留下 那如果是來的 你即是可以 我現在 即是感覺 你即是現在 不是說我沒有 我登記了 問題的就是 在這裡第一 安排 我所理解的就是 我能夠參加世界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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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沒有這樣的機制 我理解 就不可以 在完前選的程度 的 盤禮的時間 審議期間 就是我所理解的 沒有這樣的機制 現在相對 還要諷刺 比較諷刺 其實我們有份 去審議這些事情 但現在又 在這個位置 有一點點 但其他就OK 那都想問一下 剛才這首會的問題 就是 其實他 那些問題 都有關於 未任期 在 不會任務總 發出的 樂況的特殊 那是沒有關係 那是沒有關係 即譬如你 擾亂的言論 投一票 譬如舉例 甚至譬如 原始選舉制度下 的這個法案 當時其實 我記得 我現在投下的票 那個 不止是與人無關 怎麼看 其實 即是 其中間容許 任務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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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我想 那個 那個是一個 剛才 為何會說 那個見證關係 就有負責 大陸界的拼任 人大常委的決定 當然 香港的話 是由特首 它做出一個最終的安排 尤其是 在去年大概 八月到五十一月的時間 有反正四個月份的時候 他們在選擇事務處 是給DQ 那個是 任務總裁都已經有決定 是說得很清楚 是任何首 他們決定 到十一月的時候 合首是主動去提醒 是說就著一個 在一個現制上的 所以 就是最終有些 提示的情況 今天我所面對的這件事 性質上當然是一樣的 因為始終就是 大家在問最終的權力 是在哪裏 那我所知的 只要留在下 的話 今次心會不肯定 但現制上 有一個比較尷尬 左營的地方 就是 我們 既然任是人大常委決定 今天 完全選舉制度 當然 在人大常委 通過了 免三 經過本地立法 所以今天 這個操作 是一個本地立法 之後的操作 這個就是一個 程序上 和那個 可能那個 層次上 不同地走很久 但是 就是說 回到最後 既然如果 這個 安排已經是 香港的 最高權力的授權 這個 我就建議 是沒有一個 所謂上課的 空間 就是這樣 你問一下 就是 例如說 在高雲裡面 有 有一些 跟他們一樣的 有請教 那會不會說 說服自己的黨 有不可參選 就是因為 那些都被人 知道 就是說服他們 不參選 我還未想過這個 那些事情 我想 我們自己內部的一項 或者工作 其實 一直以來 都是有一些 的崗位在 所以 你說 至於其他我們的成員 或者參不參選 我覺得這個容後 我們經過到這之後 才跟大家說 但是 剛才我想我那個說法都很清楚 我們政治工作 不僅僅這部分 這一部分 如果門是開的話 我們有人願意 是有這個背負 或者是承擔 我 那我覺得的就是 他有 他 他 最少是 如我 是有所預期 你是會被人 萬箭 專心去批評 但是 你會認為的 就是你留下 有些值得的事情 你要做 值得的人工事 你要做 沒有人家 安排人家 你今天 要留下 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 可能 稍後 我都會 跟他 他相論一下 不過 最少 我這一刻 都可以站在 咪高峰 和大家學咪高峰 都知道 都沒有去到 踢我出去 尤其事實上 這一刻 我已經沒有移植的 對 有沒有其他朋友 有問題 我們要去問 和我鄭崇敵 是的 沒有辦法 我們繼續在議會 那裏 是跟大家說 共同的說話 是有些可惜 但是 我們相信的就是 要去建設好香港的話 始終我剛才不斷重新 你願意的話 你是找到 你能夠去發揮的地方 和共感 多謝各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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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